大家好,我是楼盛 这里是专注技术交易频道 今天录制一个视频讲一下币圈怎么炒现货 这个现货指的是核心周期 就是持仓两三个星期到两三个月不等的 这样的一个周期 是币圈的主要获利周期 我在之前讲过很多的就学视频 讲的是波段和短线 我在之前的实时分享经常会讲现货的行情 而且现货也是我主要的参与方式 我在电报里面经常分享我的买入和卖出 就是加仓和减仓 如果说你没有订阅这个电报的话 也可以订阅一下 在视频下方点击电报链接就可以进入了 进入电报是免费的 在开始之前我做一个声明 我今天所讲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你用心学一定可以学会 而且胜率非常高 但是操作次数胜率盈亏比是没办法兼得的 不可能说有一套方法 操作简单 胜率高赚钱容易 而且每天都能赚钱 不可能 如果说你想处理更多行情 你想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 那么你需要成体系的学习 你可以学习一下我朋友Steven 他所录制的专业的 非常全面 非常体系的价格行为视频 如果说你是一个分析高手 那么你才可以做更多的行情 否则的话 只赚简单的钱 只赚好赚的钱就可以了 在这里我也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中国的A股传奇徐翔 他后来因为一些问题被抓进去了 我先不探讨对与错 我们只看他的收益 他的收益看结果虽然很夸张 但是拆开来看 每年的收益不足翻倍 重点还是长期积累 减少亏损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很耐心的去做 我今天所讲的这套方法的话 在三四年之后 就是一整轮牛市之后 那么你的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今天所讲的方法会涉及 MA均线 贪论恐惧指数等等 五个角度来分析 我们先来讲一下基础 然后再讲操作 都是非常简单的 MA均线分析长期趋势会更加好用 使用MA均线 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了解抵扣价的原则 抵扣价的算法 什么是抵扣价 比如说MA5的抵扣价 就是五天前的收盘价 那如果说是MA60抵扣价 就是60天前的收盘价 如果说是MA120抵扣价 那么就是120天以前的收盘价 我们看一下 用MA5来举例 现在有五个数字 12345 五个数字计算MA5 那么就是1加2加3加4加5 除以5等于3 这五个数字的MA5就是3 OK 现在我们要计算一个事情 现在即将出现第六天的价格 那么第六天的价格是什么 能够维持均线的上升 前一天的MA5是3 那如果说我想要让新的MA5维持到3 不低于3 需要做到什么 新的价格不能低于1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计算MA5还是这几个数字 因为它能抵扣之前的收盘价 OK 如果它是高于这个数字呢 比如说它是2是3 那么新的MA5就会高于前一天的MA5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 那么也就意味着根据它的算法 如果K线是这样的一个波动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有一根MA均线将会持续的向上运行 即便中途有一些价格低于均线 但是呢 MA均线依然会向上运行 同时下降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的价格依然能够抵扣N天前的收盘价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原理 我稍后在盘面上也会加以深入的解释 OK 我们现在进入比特币的日线 我们做现货只看日线即可 我们不需要去看其他任何周期 我们在整个盘面所需要用到的就是几根均线 RSI 这个抵扣架波动呢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看 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才需要去看它一眼 所以说呢 平时把它关掉 那么这个抵扣架波动怎么用 以及如何把它打开 我在稍后视频下方会留下这个代码 你把代码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OK 我们现在来看几个点 首先我们想要买现货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呢 就是市场已经处于多头趋势 市场如果不处于多头趋势 你去买现货也没有什么收益 对吧 那么市场如何才处于多头趋势呢 那么就是均线成多头排列 那么也就是说呢 MA30 60 120 三根均线乘趋势排列 比如说 在这里就是多头排列 很简单 因为 K线在上方 K线 然后随后呢 是MA30 60和120均线成一个发散的状态排列 那么它就是多头趋势 在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中 只要你不是在最高点买的 你在任何的一个位置回落购买 你都能够获利 当然这是笼统的描述 我在稍后呢会逐渐的细节化 如果说市场处于空头趋势 那么它就不太容易操作 但是呢 你要操作也是有机会的 稍后呢也会介绍一下 那么这是第一点 趋势成多头排列是最重要的 那么观察底扣架呢 也能够知道 K线在什么时候会形成多头排列 我们把这个底扣架打开 我们看一下底扣架 其实用肉眼也可以看 只是看底扣架可能更直观一些 我们看一下在这里 在这里横盘 它为什么不上涨 为什么在这里才开始上涨 其实从底扣架可以观察到趋势的变化 在这里呢 底扣架 K线运行在这个位置 底扣架在这里 底扣架在上升 根据刚才我们讲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法 如果K线在这里上涨 底扣架在这里上升 均线会不会向上拐头呢 并不会 即便上涨 均线也是持平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均线表示K线还在震荡 它直接上涨还会下来 能理解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吗 因为均线是趋势方向的表达 如果说它在后面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横盘 它把底扣架拉下来了 OK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在这里底扣架在这个位置 只要价格略有上涨 均线就会迅速向上抬头 因为底扣架已经持平 而且在震荡 非常利于上涨 我们在下方的指标上看呢 就可以发现 底扣架波动 从最开始的83% 到现在的0附近 就是靠近底扣架 OK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当下的行情 我在前段时间 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减仓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底扣架还在上方 因为底扣架还在上方 无论它如何上涨 短期均线都不会向上拐头 它还是会下来 但是现在呢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进行回踩 那么底扣架在下方 均线很容易向上拐头 所以只要它做了回踩 有利于发起多头趋势 这是均线角度 当然这个太复杂 新手也不太容易理解 后续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波动 我会更新在分析视频 那么有关底扣架的入场 新手需要关注60底扣架即可 60底扣架呢 就是我代码所提供的紫色的这一根 就是DE的这一根 下方呢是30底扣架 颜色可以自行修改 那么60底扣架干什么呢 就是当当前的价格大幅低于60底扣架的时候 就是买入的时机 我先把黄色的30底扣架关闭 60底扣架处于极低位置的时候 就是买入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当前价格大幅低于60底扣架 它的逻辑是什么 60底扣架是什么 就是60天以前的价格 当前价格大幅低于60天以前的价格 它背后代表的逻辑是什么 代表的是当前价格在短期下跌过多了 比特币有一个特性啊 比特币有一个特性 我在之前经常讲到 就是高波动率 暴涨暴跌暴涨暴跌 即便是熊市中 你发现啊 在熊市中 它的涨跌也是非常夸张的 暴跌暴涨 看一下这个暴涨 大约从底部到顶部接近翻倍 然后从底部到顶部50% 那么这也是一个熊市中的小牛市 从底部到顶部翻了4倍 300%的涨幅4倍嘛 对吧 翻了4倍 比特币有一个特性 就是高波动率 所以说呢 60底扣架 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大幅下跌 所以说呢 根据它波动的特性 未来大概率上涨 我在曾经呢 在6月8号也是用60底扣架 解说过当前的行情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60底扣架处于非常低的情况下 都是好的买入时机 这个低是多低呢 以后可能会变化 那目前来讲呢 是50% 就是大幅低于抵扣架达到50% 就是好的买入时机 这个一年可能都没几次 但是如果出现 它就是好的买入时机 在这里呢 我看一下 我在之前 6月8号分享的时候 当时是低于42% 43% 对吧 然后呢 在后续呢 上涨了 虽然说过程持仓有一个月 但是还是上涨了 那么底扣架呢 是一个模糊指标 它出现以后呢 你可以开始定投就可以了 历史上出现都是这样的 OK 这个是MA底扣架的买入点 把它标记一下 大幅低于60 大约50% 买入 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在短期大幅下跌了 就买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贪婪恐惧指数 贪婪恐惧指数 也是炒现货非常关键的指数 我目前非常认可 这套指标的算法 在BYBT这个网站上 可以看到贪婪恐惧指数的变化 在这里呢 市场调查已经被删掉了 这个是alternative 就是这个贪婪恐惧指数的原网站 在这里呢 有标记 这个service是关闭了 这个贪婪恐惧指数呢 我们只看恐慌 不看贪婪 就是说市场处于恐慌状态 这个指数低于30了 我们需要关注 低于20了 需要密切盯盘 低于10 直接买入就可以了 我在之前的视频也经常提及贪婪恐惧指数 对比特币行情的影响 目前来讲 主力想要获利 大部分情况下呢 还是底部购买 高出卖出 目前来讲 以做空为主的主力 还是小部分 如果说以后像黄金这样 多空双方的博弈 已经非常白热化了 大家已经不是比谁的手码多 而是比谁的钱多的时候 那么市场的方向 市场的走势 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么现在为止 现在大家还是低价买入 高价卖出为获利的主要方式 虽说呢 目前来讲 在超大周期上 还是永恒的牛市 但这个是超大周期 看的是季度K 可能还会在非常漫长的时间 涨到10万20万30万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 根据这个市场构成 我们可以得知 当市场处于非常恐慌的时候 会引起机构的疯抢筹码 散户非常恐慌 在疯狂抛售 但机构在这个时候会疯狂买入 因为他只有买入 才能赚到上涨的钱 OK 所以说呢 低于30保持关注 低于20密切关注 如果达到10附近 直接定投 贪恼恐惧指数 在这一个相提之中 也是我主要买入的逻辑之一 那么有关这个指数 很多平台都有提供 有个软件叫iCoin 大家可以下载一下 可以设置提醒 如果说指数低于了某个数字 它会提醒你 可以设置一下 如果说你是上班族 或者说有自己的事业 那么你可以设一个提醒 你便说后续行情给到了 你及时关注 OK 这个就不再详细讲解了 非常简单 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指数 就是比特币的 每天挖矿的收益 对比全年平均值的一个情况 这个指数的原网站 Look into Bitcoin 网址我也是发在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数据指标 但是很多的指标 我并不是特别认可 因为我在使用任何指标的时候 都需要先了解指标的算法 像这些逃顶指数 我觉得这些指数 并不能真正表达市场的状态 过去的数据很可能只是巧合 以后未必好用 但是这个普尔倍数 就是每天挖矿的收益 对比过去365天的平均值的百分比 我觉得这个数据 在未来10年20年30年都是有用的 因为它的逻辑是没问题的 它的算法就是 今天比特币产出的价值 对于美元的价值 对比法定货币的价值 对比过去365天的平均值的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说这个数据处于低于平均值的时候 就是如果说这个数据是1 那么就是说当前的产值 和过去的365天的平均值是相当的 那如果过高 就是远远高于过去365天的平均值 如果过低 就是低于 那么这个指标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只要它过低了 低于0.5了 我觉得就可以分批建仓 在前几天就有一次低于0.5 来到了0.44 在过去有的时候会到0.3 到0.3的情况就是加仓买入 当然任何投资都不要满仓借钱 在这里所说的加仓 就是比平时仓位稍微大一些 也不要说全部的钱 全部买入 然后借贷再投资 我觉得这样的话也是不对的 那么这个指数可以关注一下 在BYBT也可以查看到 这个是我觉得各类指数当中比较有用的 但是操作次数真的特别少 也可以关注一下 OK继续讲 日线的ISI超卖区域 那这个也是操作的机会相对多一些 我们把其他的指标暂时先关掉 我在这里用的是ISI14 当然你要用其他数字的话 可能就需要重新总结一下 ISI这个指标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需要正确使用 如果说你使用不正确的话 它会得到相反的结论 像比如说 ISI在这里出现了三次背离 意味着还能继续涨 但是你在这里继续买入就不对了 以及说你在这里过早的去做空 也是不对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第四次接近超卖区域的时候出现了深跌 对吧 这个指标只要你正确使用 就是没问题的 好的 我们刚才在前面讲到了一点 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比特币是高波动力的品种 那么当ISI达到超卖区域的时候 就是下方的时候 意味着短期经过了比较大幅的下跌了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ISI达到了上方超买区的时候 还能够继续涨 达到超卖区以后还能继续跌 我们需要如何操作呢 那么在未来的几年 我觉得这个方法都是适用的 我前面也讲到了 比特币目前还是买入后 卖出赚上涨的涨幅 是主要的获利途径 目前来讲 在高位做空 然后赚下跌的钱 这样的主力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只要他到超卖区域 我们还是可以关注 在这里呢 我只需要提醒一点 当他达到超卖区域之后 你还需要再观察 两到四个星期 甚至更长时间 最快最快 观察两个星期 就说呢 不要说我看到了 他已经进入了超卖区域 我马上购买 不要 不是这个意思 等他达到了超卖区域以后 你再观察两三个星期 到一个月左右 像这样的一个 ISI的背离 就是很好的买点 像这里 背离 就是很好的买点 我在过去呢 也是通过这个方法买入的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买入的原因有特别多 非常多的原因 刚才前面讲到了恐慌指数 讲到了低于60底扣价 讲到了ISI 那么这些逻辑都同时证明 这个区域是买入时机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里我是坚持持仓 并没有卖出 在这个位置 按照ISI14的标准 达到了超卖区以后 还经过了二三十天 才达到了比较好的价位 我是在6月21号 讲我加仓了比特币 我们看一下21号 对吧 我是有讲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 关注这个指标 它达到了下方的 集值区以后 再观察两三个星期 然后呢 你再考虑要不要买 OK 那么使用这个方法呢 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 K线知识 像前面讲的 基本上就是定投 那这个呢 需要一些K线知识 我再补充一下 在这里讲的定投 并不是像传统的 每个月买一次 我们需要合理的制定方法 像比如说 在这里出现了 当前价格 大幅低于60体育价 那么你的买入的策略 可以说是 每隔三天或者五天 买一笔 比如说你计划买三次 那么你 每隔三天买一次 每隔五天买一次 然后你用 两星期 把你的仓位全部买完 是这样的一个定投 而不是说呢 每个月买一次 就是像 每个月 每个季度买一次的 这种定投呢 我个人是不认可的 或者说 我所讲的定投 更准确的表达为 分批建仓 OK 然后呢 我们最后再讲一下 卖出 我们买入了以后 需要卖出 对吧 我在前面的视频呢 也分享过 比特币的历史涨幅数据 就是每一次上涨的时间 我再重新讲一下 这个涨幅的时间 是怎么算的 是从每一次上涨出现大阳线开始 然后呢 我们计算的时间 比如说 这一段上涨 我们是从这里开始计算它的时间 那么你在任何一个价位买入 比如说 就拿我们本次操作来说吧 因为毕竟本次我们做了 我们拿做过的行情来说 比较有说服力 无论你在前面什么时间买的 不要开始算时间 等它出大阳线 并且上涨以后 我们开始算时间 其实当时我在这里就开始计算时间了 但是呢 它后续并没有上涨 所以呢 重新计算 等它出现了连续的阳线上涨了 我们开始计算时间 怎么卖呢 我们看一下 涨的少的时候 可能是十几天 更少的我就没计了 就十二天的十天的我就没计了 主要的时间呢 就是十几天到二天 那么我们在上涨之后 第十二天进行首次减仓 第二十多天进行大幅减仓 三十天全部卖掉 那么以这样的方法呢 就能够确保你获利能够出局 通过时间线来给你限制 这个时候有些人就会问了 复盘看历史的行情 在这一笔上涨的时候 把筹码卖出了 因为在这里还没有出现连续上涨 对吧 从这里开始数 在这里就卖出了 后面很大的一段就吃不到了 那么其实 在我的分析认为 这是两段不同的行情 如果说你的技术能力不达标 那么你吃到这一段 我觉得已经很知足了 后面就等下次机会即可 下次机会可能是很长时间 没办法 耐心等待 那么如果说你吃完这一段 平仓了之后发现 这个位置它并没有跌破短期的结构 比如说这里可能形成一个头肩顶 但它并没有形成 它出现了大阳线 短线铸成了一个双重底 那么这个就需要你的一个很强的独图能力了 你有技术才能够吃剩下的涨幅 或者说你前面卖的时候你少卖一点 如果说你的技术分析能力不是很强 就不要追求这样吃到满的利润差不多得了 能吃到的利润已经对比股票 对比外汇黄金已经是很夸张的收益了 耐心等待每年就操作个两三次 而且非常简单 长期来看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那么在最后呢 再讲一个数据来解决整套体系 就是当市场给出了信号 不管是什么信号 比如说60底扣架 比如说RSI14 比如说贪人恐惧指数 都达到了我们的买入的指标了 我们该买什么 是买比特币还是买山寨币 还是说买主流币 在这里呢 看一个关键的数据 其实我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经常会分析比特币实战比 如果说你是我频道的观众朋友 那你知道我经常分析这个点 同时我会观察汇率 观察莱特币的汇率 观察以太坊对比特币的汇率 或者观察某一个山寨币 对比特币的汇率 我会观察这个来去分析强弱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方面的专业能力 也很简单 我会提供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可以看到山寨币的炒作指数 那么如果说山寨币的炒作指数 处于很低的情况 同时出现了买点 那么你重点买一些山寨币 排名在前十几二十的山寨币 那么如果说出现了买入信号 同时呢 这个指数在上方 意味着你该买比特币 意思呢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指数在上方 意味着山寨币是没有什么投资价值的 如果说呢在下方意味着山寨币有很好的投资价值 前面的指标帮助你确定了买点 那么这个山寨币指数呢 辅助帮你是买比特币还是买山寨币 那么我个人呢不会单独管理山寨币 如果要卖的话 我都是统一卖出 我不会去说花时间花心思 单独的去分析某一个山寨币的走势怎么样 去把每一个币的利润全都吃到非常满 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像我本次减仓呢我在8月15号减仓 我是把所有的币统一卖出 那么有些币呢 它就卖在了很好的点位 比如说UNI就是卖在了高点 比如说这样ETC卖在了高点 那么有些币呢 在我卖出之后还有很大的涨幅 比如说我买过的币 在我卖出以后还是大涨 但是呢如果说你总是盯着你没吃到的利润 总想把每一个币都吃到满 那么长期来讲我觉得你应该是亏损的 在交易市场流传一句话 就是一年三倍亿三年一倍难 保证不亏钱才是最难的事情 OK最后再讲一下这个山寨币指数 如果说这个指数在上方就不要买入山寨币 如果在下方应该多买一点山寨币 OK 就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处于中间呢 就是比特币山寨币各一半这样的一个分配 这是一套非常简单 非常容易学习 甚至不需要你每天盯盘就可以操作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就考验各位的执行力了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你说看 在下方随意点赞留言评论 非常感谢